黑色轿车开过十字路口 却跟救护车撞个正着 整台车翻了一圈 四轮朝天动弹不得 再看一次惊险画面 救护车往救护车的右侧撞过去 救护车翻车之后 还因此擦撞停在路边的另一台车 又碰到路边一步料理 让救护车的小时刻 黑色轿车经不起撞击力道 整台车翻了过去 但是看看车祸发生之前 这台灰色轿车的驾驶 听到救护车的免笛声 已经停靠在路边 但是黑色轿车却毫无减速 通过十字路口跟救护车 发生对撞 因为小时刻表示 他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免笛声 所以才会发生碰撞 这起车祸发生在大甲区 新镇路跟夜门路口 装性驾驶开车 载着老婆小孩 一家六口出门游玩 却疑似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免笛声 发生对撞 还好老婆跟车上四名小孩 都有系安全带和坐安全座椅 只受到轻伤 而救护车当时正要去载病患救护 还没抵达目的地 就发生车祸 车上的一名医护人员受到轻伤 这起车祸总共奏成五个人受伤 还好都没有大碍 只不过轿车驾驶 没有理让救护车 在228廉价第一天救出车祸 全家出油 半幸而归 记者林军真评红台中 采访不到 涉及到轻车祸